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沙特流亡记者卡书吉被杀害事件仍在发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星期二亲自指责这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谋杀 并称沙特把罪责推到几个安全人员身上的说法不能令人满意 特朗普总统被国内舆论逼得越来越强硬 他的最新表态是沙特需因为杀害卡书吉而受到某种应有的惩罚 还说沙特做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掩盖 杀一名流亡美国的意见记者 这一愚蠢之局真可谓把沙特害惨了 沙特已经逮捕了18个人 主要是安全人员 还撤了几名高官 但即使这样事情还是过不去 老胡以第三只眼观察这件事 想跟大家分享以下的感悟 第一沙特杀害记者这件事给该国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他远远高于清除一个尖锐的批评声音 能给该国带来的所谓好处 大家想想看卡书吉他写了些文章 无论在国际上怎样损害了沙特的形象 与把他杀了而引起的国际舆论对沙特的口诛笔伐 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事件发生后 沙特严重被动 其解释几经变化 这个过程造成了次生损失 第三这件事充分显示人权问题 在西方社会有着极强的舆论动员力 和对外交关系的影响力 西方舆论在此问题上非常信奉自己的标准 而且遇事六亲不认 联想到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 他曾是西方舆论中的人权偶像 但受到罗兴亚人问题所类 其在西方的形象遭受重创 第四发展中国家可以与西方救人权问题 的侧重点的顺序进行争论 坚持自己对生存权发展权的优先关切 但应当避免在西方舆论强调保障的领域 发生恶性事件 沙特就是出了一个硬伤无法解释 第五沙特还是有可能因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而最终摆脱困境的 特朗普政府到头来会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而宁肯丢一些人权分 人权已经形成了一些硬标准 但它的终极舞台始终是地缘政治 而非意识形态本身 这是国际分析界的主流判断 谢谢 谢谢 谢谢